今天要和大家一同赏席的 是唐朝李白的春夜落成文迪 诗仙李白在中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李白自太白好清廉居士 生于唐武后大族元年 死于宿宗宝印元年 年六十二 李白自幼博学而才气纵横 杜甫称他是 彼落金风雨 诗臣气鬼神 人们称他为诗仙 诸有李太白籍 李白从二十四五岁开始 几乎就都是浪跡天涯 四海为家 一生在中华大地上不知留下了多少的足迹 而他那豪放大度的诗作和潇洒雄浑的才气 也成了中华文化宝藏中最耀眼的一部分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欣赏的 这是唐开元二十三年间 李白做客东都洛阳时的感怀之作 一起聚 谁家御敌暗飞声 就将人带入了一个高远空灵的意境 这个暗字用得尤其妙 把那种幽为断序隐约 表达得淋漓尽致 这与诗的情境是一致的 因为是在晚上远远地听到 所以暗飞声写出了笛音的飘渺旷远 在暗中飞扬 更衬托出夜晚的安静 也正因夜静 才断序隐约地听到了笛声 谁家御敌暗飞声 散入春风满落城 在这万籁聚集的春夜里 不知从哪里传来了笛声 丝丝屡屡地被春风吹散 飘进了整个洛阳城里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 故缘情 细细地辨认了一下 原来飘荡在夜空的 是那七清婉转的商别曲啊 折柳就是汉乐府的古曲 折扬柳 内容是书写离别之情的 唐诗风俗 诵课出经 必至十里亭 在路边折柳之相送 就算是至亲之交 也只是到十里亭为止 因为天下无不散之言习 便是送得千里也终须一别 而杨柳依依正是表达恋恋不舍的心情啊 在这样一个坠人的春夜里 听到了如愿如素的离愁之声 此情此景 怎不叫人勾起思乡的情怀呢 李白自从年轻时离开四川后 就四海为家 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了 思乡的心情中 也掺杂着历尽沧桑后的苦涩 但是在这首诗中 看不出一般思乡之作的愁苦 也没有黯然销魂等情感上的渲染 而让人感受到的 只有深沉而含蓄 飘逸又潇洒的气质 谁家御敌暗飞升 散入春风满落城 意境如此 真令人悠然神往